今天在家裡呢 有個觀眾他送我們的那個素食的肉燥 外面現在下雨啊 所以也不想要出去 那剛好就是他有送這個東西啊 我覺得蠻不錯的 因為這幾天大概有七天的時間呢 都會有跑雨的狀況 那尤其是在高雄這邊的話 聽說是會更嚴重一點 不用擔心說還要去買什麼東西 馬鈴薯還有紅蘿蔔 我想要加進去 就是增加一些吃起來的口感 所以待會把它切塊之後呢 先用水煮燙熟之後 我們再把素肉燥跟這個拌在一起 那等一下也會讓大家看一下那個素肉燥 因為他有傳圖片給我看 就是製作過程啊 其實還蠻麻煩的 就準備了很多的食材 而且全部都要切碎 今天的主角 素肉燥 寄了兩大包啦 對切這樣子 切丁啦 切丁狀 去皮之後 然後長得有點像那個蘋果 觀眾自己在家 如果你有想要煮那種 像咖哩飯啊 還是說 一些你想要放紅蘿蔔跟馬鈴薯的 我都建議先用水先燙熟過 不然你下鍋之後啊 再煮啊 有時候你的那個 咖哩越煮越稠 然後整個都已經乾掉了 結果馬鈴薯跟紅蘿蔔都還沒熟 所以這個一定要先燙熟 下雨天喔 就是很麻煩 因為 我們有一些工作啊 就是 會想要往戶外拍 可是 下雨的話 我們出去戶外啊 到哪都不方便 所以說也是很困擾 然後 就 只能在家裡 做一些平常會做的事情 然後 然後 記錄下來拍成影片給大家看 這一個觀眾的話 他就是 本身就是 吃素的 那他也是最近才看到我的頻道 然後 就是 欸 覺得 可能 感覺 有對到他的那個 影片的風格 如果說家裡不能開火的啊 就是你租房子的話 你 馬鈴薯跟紅蘿蔔 你可以用電鍋 用就好了 現在外面都有賣那種小電鍋 那你就用水 蓋過他 超過大概差不多 一截手指頭吧 他會更快熟 先放完就好 夠裝吧 夠了 好 哦 哦 哦 嗯 東西好的 吃飽彈也很重要 哇 各位 看一下 哇 超豐盛的啦 我先吃吃看他這個肉燥 嗯 好吃 超好吃 比出肉燥還是好吃 哦 他這個 他這個香菇是用好的耶 是用那種 大朵乾的下去切的喔 他跟我說 他這個做了4小時 這種肉燥比昏的還好吃耶 他這個 肉燥他 雖然是素的 可是他油脂也是很夠 他又很香 嗯 嗯 鱼了 大蒜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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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素食就是好食 其實我們不會煮而已啊 我們不知道怎麼煮啦 對啊 也不是說吃素又想去吃肉的感覺 而是說那個口感 本來有一點飯吃得完 加這個素肉走下去 一點點 感覺變得來吃了 吃光光 對 吃光光啊 好吃到害我後悔剛肉燥沒加多一點 好吃的東西要慢慢吃喔 嗯 他寄了兩包耶 他呢 不要一直要多吃碗啊 他煮了飯就可以吃了 嗯 嗯 用芝麻來吃 吃得比較好 你有沒有覺得加馬鈴薯跟蘿蔔下去 感覺很好 對啊 看起來比較鮮豔 剛好變香油了 我講實在的啦 他這個肉燥是可以出去賣的 最近怎麼會一直吃素 因為 剛好這個觀眾吃素 他把這個分享給我們 嗯 那我們就可以去 順便調整自己的 腸胃 你要快喝喝看 嗯 這邊有鮮奶 他那個豆皮的口感 嗯 然後還有他的這個 香菇的香氣 很夠 整盤吃光光 嗯 最近真的蠻有口福的啊 就是觀眾都有寄一些東西過來 跟觀眾有互動 寄過來分享給我吃 然後我在 吃的過程中 我去分享這個東西 我吃起來的口味 很好 這也是一個互動 對啦 在這樣子的一個封面影響下 然後在家裡 煮著觀眾給我們的素肉燥 吃起來真的非常開心 享受了很好的一個午餐 那這個影片呢 就到這邊 如果說大家喜歡我的生活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並且訂閱我頻道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最後再回讀分享 收到戶口 每一看到 收到戶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